这一对七巡夫妻 他们受困在车子里面 但没有想到最后惨遭灭定 原来当时他们是去眉山做生意 但回城的时候遇难 在今天家属回到现场进行指认 没有办法接受这起悲剧 他们的儿子气不成声的说 平常都要爸爸妈妈下雨天 不要出门做生意 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次 居然在回家必经的道路上面 发生了意外 而且他们距离家只剩下三公里 心痛落泪 怎么也没想到一场暴雨 再度见面 爸妈已经成了两具冰冷的遗涕 出门做生意 这条回家必经的道路 这回不再是熟悉的样子 在空拍镜头下 永青桥一片泥泥 洪水淹没了部分路段 也因此成了老夫妻的黄泉路 家属无法接受就此生离死别 只是怎么会来不及逃生 十号暴雨沉灾 赤兰溪八掌溪暴涨一堤 大水扑向领境的道路 而这对夫妻工作回程 就在永青桥往台八二线 中和交流道的方向 低洼路段遇上大水 水如同猛兽一般快速袭来 年纪大约七十岁的夫妻 疑似来不及逃 隔天一早被发现时 已经没了 生命迹象 回家之路遇上死结 洪水无情带走两条人命 也粉碎了这个家庭 华视新闻城邦小新许文乃 SNG小组 家宜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